就说你看中国人这个音乐细胞 中国人这点音乐 就说这个民族 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 就说这民族 这农耕民族 是吧 没词的音乐 他们就不懂欣赏 就是说一定是有歌词的 他们才能喜欢 说他们实际上听的是这个词 而不是有音乐的美感 你同意吗 怎么说我觉得不一样的美感 我觉得音乐最主要是 比如说我听这段音乐 那每一个人听都不同 对应你的心境 你的自己的感情的成长 你可能听突然你会很感动 可是另外一个人就无视 他对他没用 但是歌词是会强迫你进入他的叙述 那个情况 所以这个会有的时候 如果比如说我听英文歌 我喜欢很多英文歌 其实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是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确实会有 有的时候知道这个歌的歌词 我会更喜欢这个歌 超过我之前 还有一种情况是 我知道这个歌词意思之后 好像没那么喜欢了 我是说可能语言是有歌词或者是也有误导的 就和你的对音乐的期待不同的时候 可能会有 他有时候会有一个共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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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衰减 有时候会增强 就是我音乐他们的五音缺洒 真是缺洒 真是不懂 但是你会发现 就是词有词的力量 因为它本身也能发音 这中国文字是表形表音表异的 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些很平的词 补上音 就是有曲子 你会发现非常有力量 这完全就好像原来是没煮熟的一个东西 忽然就被煮熟的香气就冒出来了 其实好像源头的像诗经 原来都应该是带曲子的 只是我们忘了 因为你就单看那个你就太平了 平的一塌糊涂 这个最早我就跟高晓松聊 特别多年前我就跟他聊 我就说中国以前不是都是词牌曲牌 对的 就是固定一个曲子不同的诗人去写一个词 对对 他们可能其实对音乐没有那么那么关注 或者比如说看电影 我就觉得说好 好多好的电影就是语言停止的时候 音乐会响起来 比如空尽头什么 它是一个延展 它是一个对情绪 或者对你想要表述的东西的 一个跳脱出来的某一种宣线 我觉得那个或者更加重要 可是比如一个电影老得配一歌 这个歌要加一歌词 完了以后 当然你配合特别好的 比如像坦坦尼克了什么的 也可能会成为经典了 像过去有人鬼情未了了 很多类似这样的电影 但是大多数现在的配一个歌的电影 基本上都是其实很 我觉得是互相一个消解 有个问题 这个差个问题 因为我一直不太理解 如果词呢 它有明确的指向性 对吧 大家基本知道意思是什么 尽管就是你说爱的时候 跟我说爱的时候可能不一样 但这音乐呢 就指向性就没那么清楚 就比如你 这一段 你到底你听到了什么 然后你听出什么 我听出什么来 就刚才你说那个没词之后 有空净的时候 音乐开始响起 我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能够帮助听众再重新还原你想表达的东西还是根本就无所谓 他爱想起什么想起什么 我觉得真的好难好难 电影音乐真的其实用不着太认真 说实在的 因为电影音乐 对电影音乐来说 说实在是为电影服务 但是就是说电影导演 你觉得合适就行了 作曲的用不着太认真 你说现在有那票房特高的电影 你讲 没没 就是说因为电影音乐吧 它是为导演服务的 你不能抢那导演的戏 电影音乐永远不能抢 但是你知道现在有的导演是抢流行歌曲的戏 它呀我觉得是没招了是吧 就是说你有的电影啊 从头到尾 它是把咱们一赢过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最火的流行歌曲 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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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放到尾 其实我觉得它那是一种让人就是怀旧啊 或者啊把情绪给你掉出来 把情绪掉起来 可是我觉得这个办法用的你也就是忒直漏了点 而且就是你刚才讲的啊 我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听你看这个音乐啊是直接作用于这个听的 这个你看这个佛教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观世音不是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说念观世音菩萨 就观世音菩萨它叫闻生就苦 然后呢为什么闻生就苦呢 这个这个佛就讲啊 就说这个这个严福提众生 就是说你们这个世界的这种物种 你们这种人类啊 你们的各个感官 那意思啊就跟外星人都没法比 跟别的世界的人没法比都很顿 但是唯一你们比较强的地方叫 颜福提众生耳音最立 就相比之下耳根 因此的就是说啊 你听那你不管在世间任何地方 你只要是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不管什么地方听见了 就是说你看这个就说这个声音呢 直接给就像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声文字你还要理解才能进入状态 声音呢直接进入状态 而我就现在我现在认识一帮小孩挺酷的 我就发现呢 这帮小孩呢 特瞧不上现在这个卡拉OK唱歌的这些孩子 都是90后的 说我们现在去世界上这个音乐节 就他们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偶像是世界十大DJ 就是你看我给你看一段有个小孩 参加那个音乐节 那个欧洲的这种音乐节 十几万人的这个青年呢 就是这个三天三夜啊 这个DJ轮番打碟 他就你就看你可能觉得他太糟了 但是呢人在那个状态里啊 他一下你可以看看他拿手机拍的 DJ是一种文化 哎你就这样我说 你看这也是一部分孩子人的 这甚至不见得是孩子 是吧 咱们这岁数的都是音乐的革命 这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DJ就是叫音乐的革命 为什么叫革命 在西方就是音乐的革命 因为他根本就是打破了就所谓的 刚开始你看从古典音乐到到到现代音乐 然后就到流行音乐 孩子做曲啊什么制作啊什么孩子写旋律什么的 DJ就是彻底的就是这个 而且他其实有很多DJ的成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产生他跟那个俱乐部音乐 它有关系 club music club music就是你知道就要去什么 什么人去什么club 去了那个club以后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得是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咱们在一块有一种共同的认同感 这个然后在这个俱乐部就得有什么样的音乐 所以呢这个就从这个就是 asset track 就从这个开始就有了这个club music以后 就是有DJ了 所以我我就问这个 他就是一个革命 我就问这个年轻孩子 我就我就说他 这是女的拍的 小女孩啊 他就说啊 他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这种DJ的音乐啊 这种锐舞派对他说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说他不是说一个刘德华或者一个周杰伦 就是我们在台上仰望着一个偶像 你给我们唱歌听 他说在这种场子里 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平等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最漂亮 我自己最最嗨 对吧 他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音乐生活的这种 这种文化吗 这是一种文化 首先像您刚才说他DJ其实就是REMAX 他就是他DJ可能不会作曲 他甚至不懂音乐 他用不着 但是他有品味 对 所以他选择所好的东西拿来汇集到一起 他是年轻人 他是一个 对对是年轻人 那像音乐节这种本来在国 就是节日嘛 就中国的庙会 就这个 就大家去玩呗 但是你说为什么咱们这个音乐生活 就是说这个主流的这个感觉就很大 就是无知嘛 无知就这么简单 你比如说我就想起 我们现在的 就是这个谁啊 李宗盛有一次班奖里不也是说吗 我觉得他说 比如说过去有些人说中国好声音 说这个推进中国音乐事业 说本来你们这音乐人都快玩完了 哎 这个把你们音乐 但是他认为他说 那是一个很成功的电视节目 嗯 他说但是我不认为 那个促进了什么中国文化 当然 你比如说这个周杰伦啊 谁知道看着很内向的样子 谁知道就是会能站上舞台 哎 他就能够知道 好像他也是点中了你写的歌词 我是这样子的 可是因为我之前喜欢那些宋词 那个给我的创作的养分 嗯 就是可能 反映在什么烟花艺能 东风波清化石界歌词上 所以我觉得说 当初我一件事情做对了 就是 不带功利性的阅读 然后阅读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事情 因为 任何人 田野调查写了一本昆虫图鉴 或是一个彩蜂的旅游 或是一个文学作品什么的 这本书是这个人的心血 然后是他的卑鄙 可是你却一个笑 一杯茶 一杯咖啡 就把他几年下来的 画回己有了 而且29元 对 没有书架 便宜 所以 我觉得投资报酬率最高就是阅读了 然后那时候 我看那些诵词的时候 不带功利性 后来我发现说 等到我开始从事歌词创作的时候 这个给我很大的创作养分 然后我是把歌词集结 用投稿的方式投给 包括宪哥在内的一些唱片公司的人 那他在那么多人当中 你等于是个平头百姓啊 他为什么 他后来跟你讲过没有 为什么就看中你 是看中哪句词了吗 我觉得他是看中我的量吧 你写的多 我写了一百多首 正好一百首 我是人海战术一量取胜 当初我还有个策略 我想说 因为有时候我会听广播 然后知道说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他们都会收到一些什么信件啊什么的 主持人都会收到一些东西 不管你是电视台 然后广播电台的 或是唱片公司 那你没有理由说 人家收到你的东西一定要重视 非清非故 然后重视之后一定要毁 这不成立的 那我就好吧 那我就以量取胜 我就 我这不是只有量写一百多首 我量写了一百多首 然后我还弄索引 一字步二字步 比如说悲伤在第几页 然后离别离开在第几页 做好一本书 然后我寄了一百份 然后台湾的唱片公司没有一百家 我简单的讲就是说 可能滚石 那时候还有飞碟 然后什么保利金 Sony 然后EMI 这种 就是我看那个CD后面的制作人 跟歌手 比如说滚石 制作人有重要的四个 然后歌手 一线的歌手有五个 那滚石这一家我就寄九份 我是这样子寄了一百份 我一百多首 印了一百份 然后我在想说 寄到唱片公司 总机先拿到 那总机小妹 他没有理由一定要往上缴 他可以帮歌迷回函 广购信件 那他就搞定小妹 就除以二 所以一百份 可能只有五十份 这个小妹良心发现了 那就是给制作人的一个助理 或艺人的经济 可是艺人的经济 跟制作人的助理 不见得还要再给他的艺人 再砍一半 再砍一半 所以五十份 再砍一半 二十五份 然后等到制作人 或艺人拿到了 拿到我在忙 我没有理由一定要开 拆开 再除以二 十二点五 我是真的这样子算 我想说 层层的拦截 应该有十二点五份 的歌手 或者是制作人 他有兴趣打开了 而且也有机会打开了 可是打开了看 他纵使觉得不错 他也没有 一定要记在脑海里 一定要通知谁 说这个要回馈 也没有 再忘掉一半 应该再除以二 所以我想说 我记出一百份 应该有五到六个人 有想法想跟我回 久后来只有憲哥回 这个故事精彩 只有一份 所以你看 我跟你说 我总结他有秘诀 他的秘诀分道与术 两个层面 他在这个道上叫什么 无用之用 方为大用 你比如说 凭着兴趣读李清照的词 不知道有什么用 是喜欢 但是浸润了这个东西 但是呢 光有道还不行 还得有树 这个树呢 就是天道酬勤 以量取胜 以量取胜 这个四个字牛 我说六神 你写这么多字呢 一天写一篇 你也是 这个我想到唐诗的一个故事 特别像 嗯 那个有个是李赫 李赫 鬼才 是啊 李赫原来年轻的时候 十七八岁不出名的时候 去找当时最大的大位 给他互推 就互相推荐啊 不是互相推导 找的韩玉 韩玉当时是文台上最大的味了 按道理韩玉没有道理 你李赫一个小朋友的 就好像我去找马老师互推 凭什么他跟我互相推导是吧 嗯 可是李赫呢 就像那个文山兄一样 把自己最好的诗放在第一个 就跟他编那个编马一样 放的是哪一首呢 那个燕门太守行 黑云鸦成成玉吹 这什么是 我都不敢往上读 什么向日 什么灵开 对对 甲光向日金灵开 对对对 角生满天秋色里 三上燕枝凝叶子 韩玉当时是 场景是有记载的 韩玉当时坐在沙发上很累 因为每天接待很多女粉丝 什么的就很累 说他解怠 把腰带解开 解怠炫读之 就一种很慵懒 可能像吴宗憲就那个状态 读到方文山的歌词 可是看了之后 大吃一惊 把这个家伙子给我找来 然后就宣布 李赫从此我照着了 这个非常像的 这家伙韩宗憲和李文山的故事 很像千古一致 嘉辉也是退稿退了半生 是不是 假如说密集 我很年轻就懂 我忘记哪一位奖辈跟我说 他说嘉辉 年轻嘛 英文叫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你没有东西可以选识的 等于是说 然后他说什么 面子不应该是你的成本 我们年轻人怕面子嘛 让你记了一百首 假如什么一百份 写了一百首什么几份 假如没有回应很难过 你会很伤感 崩溃啊 搞不好 假如历史往回看 吴宗憲没回你 你想你会怎么样 会难过吗 冯老师当时 不敢 那他就跑了 我 那时候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有想过 记之前就想过了 他如果憲哥没有回 那我可能就是 五百份 不会 我会换别的方式了 改行别的 因为已经记一百份了 踢在他家门前的人 行不通了 直接找总鸡小姐去了 我可能会 采取别的方式 进入这个圈子 可能先进去当小文案 当计划助理 我觉得这个机缘真的是很重要 有的时候你看 中国文化里讲究一个鸡 不是那个鸡压的鸡 就是一个时鸡 就是其实啊 也许在某一个时间 你比如说 憲哥 恰好在今天 对吧 没有跟太太吵架 是吧 或者说刚刚跟太太吵架 他有一个时机 看到了你那个歌词 他有一种这种对位的关系 就同样的一个人 你比如说过去咱们讲的 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传宗这个六祖惠能 他不识字啊 不识字啊 整天这个打柴啊 然后在一个店门前歇脚 听念这窗户里头有人念金刚经 哎 刚好念到 你看这个时线 我有时候觉得世界上好像有 每个人都是个轮子 大家都在转 然后呢 刚好这个经念到呢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你比如说我假想可能 不是念到这一句 他也不会突然间就有所领悟明白了 我应该去学佛 对吧 恰好在那个时候 你就听到了那一句 而且就是 就是你的这个时间空间 所以呢 后来那个有的老师啊 就解释 就说咱们那个中国这个禅宗啊 很多咱们看不懂的叫公案 是吧 就好比说你为什么 就我问你这个佛是什么 你为什么打我一棍子 后来这个老师解释 有一定的道理 他说啊 因为记载只是记载了双方的对话 但是呢 在这个中国这个禅宗里面讲 就要关机 其实就是老师啊 这个机会教育 就看看你这个孩子啊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这个道理啊 你格外能听得进去 所以说那个时候 就老禅师 他就是官 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 你是什么状态 你到我这来 也许我突然的给你一个棒贺 当头棒贺 这时候你就明白了 但是咱们要来这么一棒贺呢 可能就真的一棒大拍 有棒 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有个机缘 他有个时间性的因素 他可能这样 就是我们往往爱听那种巧合类的故事 有可能我们就忽略了人家在背后做的很多事情 比如说说金庸 写小说怎么写出来的 可能我们就爱说他巧合的东西 正好香港发生一场比武 梁雨生写了龙虎斗金华 然后金庸就写了书将用出录 但其实他之前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你比如说那人家当时考大公报的时候 全国我如果没记错数千人报名 就这两个他考上了 你再比如说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 成绩就是特别好 就是很优异 他就是有出息 可能这些东西我们往往在 特别是在那个文字记载 不是很充分的时候就抹杀了 那你觉得你付出过什么努力呢 看金庸 看金庸 这点事我再努力 我也努力好几回了 那个 你看金庸看了多少遍 文德老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就你们当时啊 看武侠小说 老师反不反对 老师反 反对 不让看 到我们那个时候 我念中学是九几年 那个时候极大读 老师还是坚决反对的 武侠游戏早恋嘛 就三个 坚决不让看的 我们当时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看金庸 一点不夸张 就那个有个故事 我当时在一班 我们楼上那个班 当时班主任老师 忽然有一次把前后面一堵 就在课堂上搜大家课桌里的金庸小说 就抓到了我们当时金学会几个骨干的成员 抓到了就让写检讨 金生金士和金庸划清渐渐 写检讨没什么 我也经常写检讨 我检讨就像韦小宝发读试样张口就来 天出地面天到雷匹 可是当时那个老师还是女老师 让那几个骨干 读金庸的骨干干一件什么事呢 让他们咬破手指头 我的天啊 在那个自己的宣誓的检讨书上摁写手印 这个真事 让那孩子傻 如果现在这个事肯定就上头条了 网上就上头条了 虐童啊这算 而且是逼着童自虐 这可怕啊 逼那个还可怕啊 让童 你有养吗 我没有 我们另外一个版 楼上的版 还是你去举报他 我不敢 还这样啊马老师 咬的时候 那孩子真咬 咬了之后说 老师咬不破 老师怎么会这样呢 看电视剧里面不开口就咬破了吗 结果这个时候 有一个班干部提意见 说老师既然咬不破 那就用刀吧 我觉得就我们从小到大 老有这样的班干部 老师就真拿了一把生锈的小刀 锈唇刀 让学生搁 选了一个姓卢的同学 他身体最强壮 家里卖米刀 我的好朋友 让他挨刀 然后卢同学就真的搁 那个女老师 显然是低估了 就这个冷兵器 对人体的杀伤力 到之后 就晕了 很强壮 就是咬 咬咬欲坠 然后女老师再坏了 把剩下的同学都赦面 大赦 大赦 然后把卢同学送到那个 西奥医院 这个确实对孩子 这老师哥今天就得处理了 嗯 可是也蛮踏实的 给我们在香港发生这种事 雅不破说 老师 你来咬 我老师咬一下吧 我那是你 那是你 对啊 怎么还拿刀来 这不是 这老师能想出这招 说明他也是看金勇小说的 对 杀学威猛啊 痛恨 就怎么能痛恨到这个程度 但他确实 我觉得老师你断言太早了 你怎么就断言看这种书就没用呢 但是就是他讲的这个也让我想啊 就说你发现没有 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如痴如醉 我有个感觉 也是个爱情有关的 金勇小说里有一个男主角 老被女孩子骂 就是张无忌 对 女孩老说这个人是渣男啊 三心二意啊 华欣 其实张无忌没有干什么特别缺德的事情 就他干的事情和 比如说韦小宝啊 慕容赋啊 抛弃自己的表妹嘛 这都是不能比的 没有干特别缺德的事情 为什么老被骂 我是不大明白 后来有一次顿悟了 就是他干坏事的时候还想做个好人 你还想做好人 其实容易被骂 比如你跟姑娘分手 分手就分手 不要企图分手的时候还想做好人 那好多那个女孩不骂的人 段正纯这样的是吧 分手就分手了嘛 就怎么样 没有人骂 哪个姑娘对着段正纯骂 对着慕容赋骂 没有的 就骂张无忌 渣男啊什么烂人啊什么 分手不要企图做好人 分手 那你再骂我老婆是 说他不应该 分手 分了吧 不要企图 分手说我还是爱你的 但我说你好 我说我好你 不要企图做好人 是吧 我自己是一个 要讨好新人格的人 很多年自己都不知道 后来是看了一个日本作家的书 太宰志 哎呦他这自杀多少次的 是一个变态 不想活了 他说他也写自己啊 其实就是写他自己 他说这个人是一个讨好新人格 讨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父亲问他想要什么礼物 他都要先揣测父亲想送我什么 然后把父亲这个答案说出来 让父亲高兴 我忽然悟到 原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原来我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 为什么见到所有的人都想让对方开心 想让每个人高兴 其实你是做不到的 你是菩萨啊这是 菩萨心肠啊 是毛病 是毛病 就其实悲啊这是好事啊 这为什么是毛病呢 就是试图讨好所有人的手 最后都讨和不了 那张无忌就是这样的 可能活得很累了很辛苦 讨和不了 因为你给的不见得是你要的答案 是 反而骂你 你要的需求什么理由 这个其实不是你要的 只是你以为对方想要送 这很辛苦 活得很辛苦 你看最近这个圆寄了一个 说是活了103岁的老和尚 叫这个孟参老法师 这孟参老法师啊 这挺神的 他这个一辈子啊 你说这种人呢 就很有意思 他是根据四个梦 本来比如在东北那边 他是东北那边 黑龙江那边的 本来可能在当兵 突然他就是一个梦啊 梦见他要到北京一个庙里去出家 哎 他就去了 去了呢 出家之后呢 又有一天又做了一个梦 让他去九华山 后来又做了一个梦 让他碰到这个红衣法师 他真的后来呢 他还做过三十多年那个牢 就是说 这么一个老人家 后来我听他讲啊 你之前你讲这个秘籍啊 那个有信徒就问他 说这个秘宗啊 那个咒啊 他还在西藏修过这个秘宗 功夫很深的啊 然后老头说话非常有意思 就说这个咒啊 有秘义 他有这个秘义 这秘义是什么呢 告诉你啊 就不密了 然后你知道他就 我我觉得他说一句话 前些天啊 点醒了我一点 他说啊 对众生当然要慈悲 但是呢 先对你自己慈悲 你自己也是众生 先放过自己 你放过你自己 很多时候你太想周全了 就是说你要普度众生啊 你得有这能力 你不苦恼 你才能普度众生啊 说很多人把自己逼的没有退路了 对吧 就说所以这老和尚讲的 我都若有所悟 他说啊 你啊 对你自己要慈悲 你每天想着 比如说争名夺利 多挣点钱 超过别人 把自己搞的焦虑失眠 你对你自己太残酷了 你你对别人都不错 反而你对你自己不慈悲 你说他讲这个话有道理吗 所以假如真的要慈悲 这慈悲到底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烦恼 你在讨好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是对自己慈悲 你舒服啊 你不讨好别人 不舒服啊 问题是 手艺就是你功力还没到啊 你一念更顿悟 就说你讨好别人你就快乐嘛 他是这样的讨好 比如说啊 工人来我家装修 我会试图让他非常开心和快乐 我跟他聊天 其实最后他 你说您坐坐 我来坐 特别恨 特别恨我 比如坐出租车 我会想让司机特别的快乐 但事实上不可能的 他想绕路 他想聚载 怎么可能特别快乐呢 他只有 他只有挣到他想要的活才快乐 所以这个 像张无忌一样 就是想让所有人都开心 就是不可能的 他不会啊 你会感化他的 你说西七先生 师父 你就聊吧 他就不聊 你改变了 别说他说的 我觉得挺有普遍性的 我见过好几个嘉宾 都说自己有讨好性人格 文山你觉得你有吗 我觉得我有这个缺点 就是一开始 又有寡断 接了一个委托 可是却没有如实的去教 他们想要的时间 这种也算讨好性人格 他这个有两种 一种呢 说是这个人呢 比如说从小较自卑 较为自卑呢 所以害怕别人不满意 非常 其实非常希望 别人在别人眼里 看到对自己的这个肯定 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 他们说 他们说是狮子座 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说狮子座是啥 就是说 一个样 他幻想自己啊 能力等同上帝 就我全照得住 全做得了 对 谁的要求 我都能满足 于是我让你们大家都满意的时候 我才妥贴 天呐我就是师座 你看 我觉得星座是领的 有用的是吧 是吧 就是你 其实你幻想自己是个大能者 你幻想自己有能力 于是呢 你满足别人的这个过程 就是让你获得一种能力感 我有能力 其实像你这样的人 你还刚才说这个爱情 我跟你说 像你这样的人跟这个爱情啊 最难搞的分明 就是因为呢 往往你会觉得 就是说 你能把这个事负责到底 你知道吧 你觉得 只要你再努力一下 你能把它照到 你能把它照顾得到 经常我跟你说 就黏黏糊糊糊 没完没了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有时候男人他幻想自己 有能力照住这个感情 或者照顾好这个女孩子 实际上今天谁照顾谁啊 哈哈哈哈 那男人女 这男人歌词作者 看我这眼睛有点毒欸 没事没事 想起什么 想起什么来了 没有没有 没有我在想 很多状况 其实都是 可能是相通的啦 对 严华一郎 对 真的 咱们能八卦一下吗 写那么多这个这个恋情的歌词 你在这个爱情里是什么模式 陶好性 呃 我在爱情里面吗 其实我 创作其实不等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啦 那类似了 大幕小时候你就倒个幕了 不得了了 对 所以人家都会问我说 你写那么多流行音乐啊 哪一首歌是你自己的情感反射 当然是有 当然是有 哪一首 譬如说可能爱在戏员前 那时候我在追个女生 我就带她去看 每一首布达米娅展 两河流云 然后看了展览之后呢 她就在橱窗看东西嘛 然后我就开始回去写 就送给她 那好强了吗这 又画一遍女朋友 诶 这个歌字有用 然后你就写了菊花台 然后没有菊花台 你 Porsche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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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емся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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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